天清地明 阴卓阳清 永振中卫 倒踏幽明 身在此一旺行 风透几时 杜清明 看到别家坟头有人影 别怕 别怕啊 开口就骂 神经病 吃美白饭 王脸为五 大家好 我是老鲁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恐怖游戏十况解说 本次推送的游戏 回门 我们这边都叫回门子 对年轻不了解的朋友说一下 什么回门子 其实就是回娘家 也叫闺宁 虽然是汉族啊 我就是汉族的啊 传统婚俗的一个小小段 也不只是汉族 谁嫁出了闺女之后一辈子都不见啊 是不是啊 但是说这个回门子比较有讲究 就是嫁出去的闺女 第一次回娘家 有的地方说是婚后两天三天一周的都有啊 然后之后每年正月十六 那也叫回门啊 但是又不怎么在意了 那就叫接闺女了 而回到这个游戏 点提名为回门 叫这个恐怖游戏的游戏设定 那这个意义可就不同了 特别是你看这个游戏主见面啊 汉风短气袍 碗里啊 大红色 咱不管这个新媳妇心里面怎么想的啊 背着手藏一把这个黑老虎剪刀啊 老式剪刀 另外一只手还时不时的癫痫 触动 鬼畜 可想而是内心被愤怒憎恨所充斥 反正面对这一户肯定是深圳大院大户人家啊 红布帆挑着喜事当头啊 作为主角新娘的为何会暗藏杀鸡 看样子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的内心肯定是肝胆俱碎啊 他表面极力洋装自己的神态 赵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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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叫您回府去了 这配音自动枪员啊 这一听就是专业的配音 先给他减两分 好吧 赵爷 另外我这是跳出游戏的实况介入说几点啊 这个游戏开发组织叫Finchance 麻雀 反正小鸟吧 小鸟制作组 这实况过程呢 我录的确实比较早 后来我才知道是小鸟通过他们这个制作组 一个叫宁露的编剧啊 争取来的试玩资格啊 当然我发布的时候肯定试玩吧已经发行了 所以不乏在游戏之中啊 带着我个人的主观的审美和体感 稍许的扁了一下 没办法 我属于老年玩家都知道的对 感官的愉悦来自于故事性 画面什么都放在一面 故事是否有深度永远是我追求的东西 所以真的这个游戏剧情 事实的配音包括人事啊 所以从逼格上面确实降低了不少 前面埋了所有梗 你到了结局炸不开 这不是讲悲惨的事吗 故事的一讲 最重要是让观众或者听众 发人深省 灵感的共鸣啊 玻璃没必要的所谓的愉悦的感官元素 指导火星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场景做事真不错 选题架着回门子这个民族 来阐述旧社会对妇女的糟粕 当然万千被迫害的悲鸣吧 早早就被当时世俗所遏制啊 而在这个游戏就是恐怖游戏怨灵给迸发出来了 这个题选的是深得民心啊 但是这么高端啊 这么背抗的主题 却用大众化的国脉 偶像人士啊 泡沫剧的风格来包裹的话 年轻人享受在帅男美女其中 他绝对get不到你要表达主题 有这个经历的人 比如像我这样的 反正感觉这么好的主题被辱没了 只不过这个线性的叙述风格 包括对白场景 我感觉可以试试改一下 不管怎么样 支持国产独立风恐怖游戏啊 感谢这个小鸟以及猎下的所有同仁 牛们的辛劳付出啊 作为专做中国风恐怖游戏播主啊 我肯定是大力支持啊 比起这游戏的主界面 那画面语言的神隐遇风 先给他减两分 少爷的心声 哼 我得先挖起来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兄孩子吧 不过看他们的着装 肯定不是清朝对不对 这么多 这是管家 他应该看不到了 顽皮啊 而且这个人设还行 但是有点flush配色 真是国产风格 没有任何知识感 挖头 现在恐怖游戏 切尾就这么随意的吗 说到硬件就到硬件 就跟串门似的 咱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行 咱看看吧 什么行为 踢着玩 行 这不是管家吗 肯定是哪个大摘门的少爷糕子 顽固子地 打小就自命不凡 但是上面会了 什么东西上面 门里啊 上面看不见 出发出发一个竹竿 给他挑下来 行 我只小子 不知道事儿大 你看周边的环境 下来了 腰子 谁那么不准 谁 谁 大蛇头 别抖冷了 没钱 小孩 就这么挂了 这也太猝不及防了 从头开始啊 反正这次记着了 把那个香囊捅下来之后 是个大张蛇头 呼之欲出 这次提示 双击长按 奔跑 哎呀 哎行 这个游戏的场景配色 包括 还有光线的渲染 还是挺到位的 只不过人物配色有点瞎 在中国的恐怖就行吗 你得做旧啊 你不是想想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游戏 各位别说 别刷啊 行 做好准备 按本子 他该登场了 跑跑跑跑 请 跑起来就行了 OK 目测 他是靠视觉追逐猎物的 看来 CB我看不到 来到咱自己家门口了 是不是 我们鸡上之家必有余庆 鸡饿之家必有余妖 顾家乔木 哦 了凡私讯啊 不行 进不去 只能躲在这 看来大家还是一个佛善之家 那怎么少爷高的摊这事了 行 走 再见了 首场鬼影 是这个游戏的人设 就这个比例 还是说这个鬼的 走 跑跑 剧情剧情 看 暴恨 真 天 你看这悲生载道 怨气冲天 炒牛 刚才门前的队长 好像是多行不仁 一样及子孙 而且所有的院里 好像全部都是 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女生 什么序长 慎 什么神 顾弄玄虚了吧 笔家五年 今日终于雪满归来了 不知遗川是否 一切如旧 哎呦 这个配音 遗川 是人 还是地名 不过他这个配音 的确是 掉价 哎呦 这个场景 这就是那个少爷高的吧 长大成人 也就是这一朵帅哥 已经挺挺玉立了 你包括看这个人设 大长腿 离家五年 也就是他流言回来 这不在码头 遗川是个地名 只不过他这个配音 包括他这个人设 明显是在讨好小朋友 暗的女生 偶像剧的风格 包括人物的配色 太像网络游戏了 来到了街市了 包括人物的对话 你看 玩这个游戏 我能猜到 它肯定不是一个独立游戏 不是独立这个人的风格 某个国企下属的 某一个部门的一个像 更像是新西化时代 一个娱乐产品 特别从剧情来讲 有一个特点 故弄玄虚 创造很多游戏自发的 世界观设定 利用文字技巧 达到所谓的引人入胜的目的 你包括这第一章点题 神什么神 但真正要讲故事 讲剧情 浮沥雕塑 真讲不好 讲不深 因为都是打工的嘛 谁去花心思 就给你想 故事好 但是作为一个成型的 娱乐产品生产片 每一个环节都能达到标准 特别是视听达到大众化 比如说这个锥子脸 大长腿 国满风 绝对帅哥和美女的人生 暗的自证腔圆的渣男音 渣女 小妹被烂羊车里撞到了 咱得还给他吧 这太娇嫩了 直接拖拽 出发 你包括他这个B点 其实这就好有一笔 就好比营销号和up主的区别 up主 它质量好坏放在里面 每一个都在用心去做事 而营销号 它永远考虑是大众化 哎 希望这游戏刚开始啊 我的评价是片面的 咱还是回到这个游戏吧 安安抚了这个小妹妹之后 咱继续往家走 人设在放在一边啊 也就这样了 让我介绍一下 从周遭的环境和人物的服饰来看 应该是在民国 这个女人在干啥 吓我一跳 不是我想的 不是我想的 应该是刚刚果族有点不适 民国吗 所以应该到家门口了吧 你看大门外墙 这不是顾家乔木 哎 一闪过 这门前的队联是不是变了 之前我记得是 接上去之家必有余境 现在反正得严 子孙万事商 行了算了 不管了 反正已经进院了 哦 可以啊 这个宅子有讲究啊 大户人家 大宅院 刚进门 这是削墙 然后往里走 一进门 真不小 你看这一家的户人压活 回到这个游戏 我猜可能是 他这家的老爷 做什么亏心事 刚才那个高能场景 有很多死去的 年轻的姑娘的房灵 东乡房 自己的房间 空了五年 少爷 老爷夫人 正在听他等你请安 那走 这肯定是学业归来 那肯定要先给高堂请安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十加星羽人 又是这一句了 哎 九宫真人说 随心随性打吧 就这个意思 只不过咱的爹娘啊 看起来就这么年轻啊 咱爹也没说啥 就客客两句啊 主要还是希望 我们回来之后 用在外面的所学所得 担起乔家的主意啊 原来这个户姓乔啊 至于母上大人 当然了对儿就没有 这么高的要求了 无非就是无微不至 学寒问团 而且让我们去找书儿 书儿 那肯定就是咱妹子了 安儿回来了 快过来 让姐姐看看 乔书英叫 叫我们安儿 咱的姐姐啊 而且对排还说 大头像 外加标准配音 我是小孩吗 算了算了 录吧录吧 说真的各位 师父感爆疼 请过了 男主没配音 男主别说 放 是吗 安儿一路周车劳累 可曾休息好 可有着凉受冻 可是饿了 方才 我嘱咐陈妈 给你饱了鱼汤 乡房还没打理好了 再说了 我是来叫你休息的 从前便成日忙都不停了 这会儿 又操起我的心 姐姐正赶着几日 给你绣个荷包 远到归来 应当添个吉祥的物件 给安儿讨个如意才是 别这么操劳了 我特地从西洋 带了新鲜的玩意送你呢 还有小荣的份 对了 小荣呢 小荣应该是他妹妹 前些日子生了病了 圣医医院吗 说起来 早些回来 莫再胎耍 忘了时辰 让爹娘担心 看到这 观众 各位观众啊 就当是维护一下 歇许的维护一下 我的尊严 千万不要在弹幕区说 啊声音好好听啊 这个姐姐好漂亮啊 这个男主好帅啊 之类的 或者配音好体贴啊 之类的 求你们了 不是因为别的 做UP都做这么长时间 我的观众积累这么长时间 应该 不会这么肤浅吧 应该 比较有深度 应该吧 咱看他后面什么演 行不行啊 你哪怕是像烟火那样 人设比较低龄化 但是没有配音 这真让我就看偶像剧了 行 看在国产恐怖游戏的份上 我忍 我先忍了 我也懒得解说了 咱先聊吧 撑前篇吧 反正一直找不到机会 继续扯之前鬼谷岭提到的 一些名人的野史 奇文 因为上次不是说到 有这么一个历史名人 他言辞之中 侮辱自己的生父生 我现在就可以接个底 他就是恐龙 恐龙让离 那个恐龙啊 从小老师家长借他之名 教会我们谦让 教会我们分享 实则不知道 从小一直认识 这个道德模范 行为之楷模 千千君子 竟然会有这样的角色 请注意 他说生了自己的父母 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甚至说自己的母亲 只不过是一个 生育的工具罢了 当然他说这句话 还是有个前提 就是说 他实则是想借这个 极端的观念 来衬托 就是养你的人 要比生你的人还要伟大 但是即便如此 他也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当然了 他死 不也就死在他这张 箭嘴之上了 都是我在历史上 东汉末年 有名的名士 才华出众 勤犯好学 这没得说 但历史上真实的恐龙 他真是最箭 看什么都想骂两句 而且是口出厥词 一点鱼地都不留 要不怎么说 最后把曹操给骂鸡眼了 一刀给挂了 这个事我先丢在这了 不继续说了 说回游戏吧 咱现在为了找自己的妹妹 刚才大姐告诉咱 五年没见了 咱妹生病了 应该是生病了 住进了这家圣医 是不是 这一看就是稀奇 但是进来之后 没人理咱 我操 这个门诊不这么的阴暗吗 行吧 我接着说 反正这游戏就这样 当时呢 这个游戏玩的现在 我大概能猜到 这个游戏想表达啥 我先不说 我说一个事 就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 民宿活动 挺念的 反正这个民宿活动 就剩下于民国初期 用咱现在话说 就是喜闻乐见 官方说 只称之为陋戏 但是 我认为还好 这是一个病例 像秦 秦什么看不清楚 一片黑暗 我接着说 就刚开始那个高能的剧情 有很多女人 就是女生啊 像个僵尸的 抬着臂膀 排着队出来了 还记得吧 有可能这个游戏 它架着当时 比较迂腐的一个观点 重男轻女 而这一票女生的亡灵 出现在乔家大院 悲鸣暴恨中天 横批是这么写的吧 会不会是说 他们恨自己生不逢时 而且门里写的是 多行不仁 殃及子孙 前者好像还有一句佛家私讯 这是 饥善之家必有余情 饥饿之家 必有余殃 这都是这些 大夫的工作服务 下面有个钥匙 看护士 就在旁边 好像就在刚才那个门诊 隔壁 有灯光的那个房间 打不开这个房间 走走走 咱看 咱接着说 各位听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在咱中午 民国初期 重男轻女 达到了一个巅峰 他不像再往前管轻 也是重男轻女 这个时候军阀混战 割据一方 时局特别乱 保家户院 全靠男丁 这大户人家 建成自己的祖业 也全靠男丁 进来了 有个油灯 有光源了 挺好 就是在晚清的时候 清朝 你生个女儿 你还可以卖 还可以进宫 还是有这么一点 美好的愿景 行吧 就是说 到了民国时期 你生个女儿 真是百无以用 算是覆盖了 当时全社会的 这么一个大众观念 如果我猜没错 这个乔家老爷 也就是我们控制主角 他的第二 其细项 可能不止一个女儿 咱也知道 已在控制主角 作为中心 上面有个姐 下面有个妹 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很多 君不带人设 再往下 我就不敢猜了 别急 以恒 贺 贺以恒是不是 什么什么报社 看来是个记者 老照片 被撕掉了一半 脸看不到 行了 主角表示 咱先收起来 以便之后 可以物归原主 神 他们 这是人家遗世的物品 你揣兜里了 行吧 他这么说 咱这么做吧 哦 这个游戏 还给了个例会 看到没有 这画风可以 有点白鬼也行的意思 他说传说中 女性因男产而死 便会变成 蝉鬼 是那么蝉鬼 蝉鬼不是祸害孕妇的鬼吗 他说 对于孩子的执念和怨恨 会令他害人 根据残业记载 他似乎聚光 就害怕光源 有这个说法吗 蝉鬼吗 在中国的白鬼路 有这么一号 但是不是像他上面说的 本身这个鬼 但是本体就是男产而亡的孕妇 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主要是残害孕妇的 我进那儿玩的早年年 结成婆 除了基本的操作以外 出于封建迷信的思想 都会把这个孕妇 这个时候的孕妇 已经哀嚎不止了 纽慕妇了 这家银院开着厨房 说是一种西药 没听说过 不过它的作用就是退热阵痛 一天吃两回 一盒五块 五块钱 人民币吗 不可能 那时候元大头 是吧 银元 五元 那可不便宜啊 我记得那时候 元大头换成现在的话 一枚应该五六百块钱的 一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五六百块钱 五元相当于现在 两千多块钱一剂啊 什么药这么贵啊 不是不是 那时候说一个银元可以换一斤猪肉 是不是 那这么说按猪肉来算的话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患者 勤易说 不姓巧啊 不是咱们 这个患者就是咱之前看的那个病例啊 十八岁女 花季少女啊 给她的诊断是 以外伤质感 一批感义 我操 饿食 热咳 就是恶心加咳嗽 遍体酸痛 孕期 哦 怀孕了 七个月了 七月零十四天 死了 肯定死囚了 刚才还说那个馋鬼事呢 就当时这个监生坡 达成一种行业的规范 在监生这些 不管这个代产孕妇 她怎么的嚎叫 必须要把她头给昂起来 检查一遍 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 就是所谓这个连权学到天图学之间 说白了就是红信 仔细检查 有没有一道红印 如果 如果有一道红印 别生了 这就是被馋鬼所亲 必死 说这个馋鬼已经通过这个妇女 平时的饮食渗入其中 渗入其腹内 游异死刑之状 一串日报 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疫情 刚才那个小孕妇 就这么死的吧 我全都是文言文 我就不读了 大概也就是说 到现在已经死了 二十七八个人了 众者必亡 最多一天一 就一命无呼 这感染源头 推色是来自于家禽 你看这上面说 以四年 这个事发生在以四年 以四年 我算下了 辛亥革命1911 亥年 子丑阴谋 臣死 六年之后 也就是191加6年 1917年 那就是民国六年 完了 最乱的时候 袁世凯刚刚死不到一年 这不是15年称帝吗 16年 出来了 跑起来啊 这都跑 跑不动啊 不是说上去说 游戏设定不是南产而亡 那孕妇吗 怎么是个吊死鬼啊 无所谓的 刚才那个白鬼路的蝉鬼 我还没说完什么 就是什么 那是传统设定 不是这游戏设定啊 就是当时这个杰生婆怎么说的 这是说这个蝉鬼 他会顺着孕妇的这个红杏啊 直接钻到你的腹腻腻的胎儿 脚缠在一起啊 从外部来看 就是这个连圈穴到天突 就是红杏 有一道红色的疤 被称之为什么 叫雪尔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杰生婆不敢接了 有硬接的 声拉硬转 结果连肠子带着胃衣 一吐了劲全给扯出来 那人肯定是死了 传说拉出来内脏 被这种某种黑色的 蛇状的 先跑再说 哦 你干的没有 他不是吊死鬼啊 他这个不是上吊的时候 是旗带啊 自己的旗带 这有一个莲花台 他似乎聚光 他害怕的光 不是来自于我们油灯的 而是来自于这个莲花台造型的浪流 这说成了 合情合理 佛家称之为虚弥座 所谓三万年经三日春 诞生不踏 怨门尘 说的就这么 鬼怪不轻 妖魔不尽 刚刚那是什么 一个可怜人的亡魂罢了 我的 各位我不说话了 这游戏的对白 有点抢词的 反正我的声音 没那么好听啊 那肯定长得也没那么帅 你是什么人 为何会在这里 只是来探访亲人的 不知怎的 你的亲人恐怕不在此 持着这只火烛 你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我妹妹可能还在这里 鬼神会吞噬活人气息 如若我未曾见过 那他便已经不是活人了 鬼神 哦 是这么个神啊 游戏设定名词啊 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哄小孩玩的 就把它理解为徘徊在阳间 鬼的怨气或者利气就行了 应该不会理解错 他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 鬼神 你说的鬼神 还有亡魂 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必要的好奇并非好事 鬼太娘了 故作深沉 有事说事 若有走投无路之时 你可以来此 同样的险境 我可不会让自己再遇上第二次 哦 说完话了吗 行 反正我们眼前这位叫陆瑶 像是一个主治医生 当然这个并不重要 帅就行了 这他四人的收纳箱 上面上了把锁 就当人家面就研究这个 合适吗 行了 这也算是一个游戏提示 对不对 你是否太过自由了些 的确 作为玩家 我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了 但是秉承着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还是我的东西的中心思想 这龙颈我就收下了 就当是你送我的 还有这个镇头药 别说话 一开嘴就是自私 要学会分享 对不对 反正这个同样是高富帅的主治医生 说这么多 一个意思 妈溜的赶快滚 你想想咱能滚吗 反正这个游戏的叙述风 就是线性的叙述风格 就从这点来看 比起那个方瑞欣 从层次来讲 那简直是天啊 这比 反正那句话给小孩看了 给小孩玩了 但是我的解说尽量不失智 好吧 各位 比如我刚才提到了 我要引一个民俗的活动 来映射我猜测的剧情 说白了就是 先给你裸体看 然后再一层层你穿上衣服 这样不是更有意境吗 就像我狼肉王日 谈恋爱的方式一样 先让我看看寡静 咱再说后面事 人嫌风光 暴力言言识的 那都是假象 我还得一层一层 错费那事 万一最终的结果不如人意 我前面的付出 不就全白费了吗 当然这是我的爱情观 各位 谩骂唾弃 鄙视 请您私下操作 好吧 咱继续说事 就是说 往年间 就在他这个时代 北京 比如说 众男轻女 求子心情 第一想到拜神 那肯定是拜 宋子观音 但是在我们传统文化中 还有一位神 比宋子观音 来的还要真切 可以说是 立竿见影 只不过这个过程 有点刺激 谁 周公 没错 我相传是周温王寄室 卧槽 现在就蹴了一瓶 哎呦 又蹴了两 走 显微镜啊 这家音乐的 硬件的条件可以啊 无疑了 这肯定是后面 游戏解谜 黄远街的重要机关 咱先记下 咱先说一下 周公庙 都知道了 往年间 不管哪个朝代 都有赶周公庙会 这个祭祀活动啊 当然 这个周公庙 它供的不只是周公 包括江源 官义都有 其目的呢 还是主要是 求生妻子 妻子啊 就是求生个儿子 另外就是 焚香黄叶都能 但是到了民国初期 踏到一种巅峰 坐这时刻 就民国时期 很多大户人家 不只是大户人家 他不是无法生育 大多是没法生出儿子来 而由此啊 很多妇人啊 借着个档口 赶着个周公庙会 说是拜佛求生人 回去之后呢 受上天的保佑 和自己的相同 不是能生一个儿子 说是怎么说 但是实际很长 把这种梦寐以求 这愿景啊 与其交给 无形的上天的安排的话 还不如来点实践 于是乎 延伸了一个 喜闻乐见的民间活动啊 亲密约 香头会 哎 现在没有了 就是说这些女人啊 求子亲戚 便利很多都是大户人家的 老话都说母以子为贵 他总用求 怎么来 烦了 九十九只顿的 挤拨抱团去求子的父女们啊 扎成了堆 再三山卷之下呢 哎 上完香之后 咱别走了 当时很多这个庙会 落座的扮山腰啊 扮完神之后呢 往山顶上跑 找一个计较干嘛的地方躲起来 一直躲到深更半夜 干什么呢 等 要是说等谁呢 嘿嘿 都猜到了 身份并不重要 长相并不重要 来自何方也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带爸 就行了 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民国初期嘛 匪盗猖獗啊 那这些女人 她不管这些 她来就是求子嘛 反正那个心态 就是自己家爷们不行 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是不是 反正只要我生儿子行 管你是不是你的种 你又不知道 而且这些强人呢 就是所谓的闲散人走啊 常年狗在山角落 憋得不清 那活肯定好 不像自己家爷们儿是不是 大多三七四七的 不缺这个 这山里的爷们 一个人拆了恶抱一般 对于这些妇女 当时的数据来讲 简直就郑重吓怀啊 对不对 而且实现一场 整个巷头会啊 形成一种微妙的 一种规则 或者是关系了 卧槽 这个地方有个暗门 看到没有 哎 行 咱就说 反正就是这些女人呢 求神拜佛王之后 就拼了命了 往山顶爬 说白了 就是个巷头会的举行圣地 就是在山顶 大家说 为什么要爬山顶 第一个隐秘 自家爷们儿 她要上来 她跟着爬不上来啊 第二个呢 也能测试一下 交配者的实力 你没那提对 连山顶都爬不上去 你要想啥呢 哎 就这样 每次到了赶庙会时期 到了晚上啊 你看那个每个山头 灯火通明 所谓的灯火 是来自于 他们的手里面 所持的那个烛火 反正就是 你追我赶 一番欣欣向荣的场面 反正追来追去啊 哪个妇女 看到哪一个爷们儿 看对眼了 就不跑了 拿那个箱头 往地上一储 一储 大概意思就是 来吧 开干吧 哦 你看到没有 这个梅花鹿 叼着一个钥匙 药房的钥匙 它这个梅花鹿 不是梅花鹿 这不是茶海吗 这应该是茶宠 建的最多了 就是那个尿尿的小孩 一般喜欢喝茶的 有品味点 用金蝉皮修 甚至说一些小佛像 反正食材都是上水石 还真是上水石 所以说咱拿到这个钥匙 必须让它涂水 是吧 还得用热水 那找热水吧 反正这种石头 反正这种食材 被生成 大大奈 茶水间 热水在茶水间 提示的非常明确 走 反正这种石头 它吸水啊 现在很多花鸟 是卖这种盆景的 然后再配上一个台蟹 在上面滋长的 就是仿自然的一种艺术品 然后雕刻成特定的造型 放在茶海上面呢 那就是被称为茶宠啊 宠物是宠物 咱们喝这个龙女 不管是铁花鸣啊 它都有洗茶这个过程 都说第一炮得倒掉 你往哪倒呢 正好倒这个茶宠上面 这让我们说嘛 再加上吸水的特性 然后这是茶水间 然后再经过这些茶宠的造型啊 尿尿啦 喷水啦 涂水泡啦 这个惬意悠闲的生活 增添了不少这个情绪啊 挺有意思 所以说咱们肯定用开水 对不对 然后胶子你什么 怎么走到哪儿蹭到哪儿 这又蹭了一个暖水瓶是吧 那问题就来了 咱拿什么接啊 咱有龙井 还得有个茶碗吧 茶杯 龙井是咱刚才从那个 路遥那个大夫那儿 呛过来的 找找吧 可能还查什么东西 接着说 就是我刚才戒指的相同一样 对对各位年轻朋友别想了啊 现在没有了 也只不过剩余于民国出席啊 再说咱也不是土匪啊 没有灯啊 他家老爷一看 呦有儿子了 那行 他以为是宋子娘娘显灵的 的确和宋子娘娘有关系啊 这只不过关系不大而已 你看 求子心惊 刷着了 一步一步教你了 其大公寺庙 予以寇拜 随其愿 大公起书 瞻其福 修怀于福 就诚心责拜 求得一福 揣着福回家 然后这个福带回家之后 他说 其福静置三更 三立折之 巡抚细功 将其还与 就是回去之后呢 把这个福按照这个图例啊 给折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取之彩桃红碗 与之置入黄酒 庆祝其中 然后取之半汤木汁四更 就拿这个泡澡 一直泡到三点吧 丑时嘛 四更嘛 碎其词堂焚香 于宋经之五更 天亮了 随眼之 迷信啊 这就是所谓的求子心惊 说的跟人工授粉似的 最重要的福咱拿到了 道具 游戏道具 有这功夫 你查看你的软炮 有这功夫查看你 爷们的精子成活率 不比什么都强 哪怕你去赶一次 周公庙会也行啊 是不是啊 或者道具 壮元红 不过确实可以理解 当时咱这个医学 不是那么发达 基本上生理这个常识 没有普及 那么要侵入药酒 标成红色了 那咱得找药酒 找这个酒坛的 壮元红 这个酒坛的 然后把这个福放进去 虽然咱知道这是没用的 所以咱现在看起来愚昧啊 但当时来算没办法 咱回到游戏 到现在和我说的没有跑题 剧情想阐述的主线啊 应该就是 因为某一个人的求子心相 只有可能是咱的父亲啊 求子心相 导致了这么一场血案 在乔家大院 另外一个维度 哀嚎成一片 死去的亡灵 全部都是小女孩啊 十八九队样 排着队 而刚才遇到那个产鬼啊 应该就是 另外一条线吧 死在这家医院的 年轻的代产孕妇 上面说她命入荒险的原因 不是因为难产 是因为疫情 那妈子变成鬼了 孩儿肯定也好不了啊 所以这又诞生了 小儿鬼 你看还是引入经典啊 白鬼图 传说妖者中的幼儿 死后会化作小儿鬼 且仍保持儿童的习性 喜好烛光 残夜有云啊 关灯走 甚必行 小儿鬼 没错 也有这一号 如上所云 的确也是妖者儿童啊 但是好像白鬼上面说 她是怕光 不是喜光 我 我 正在看到什么东西 给了给了个 茶椒 哦 正需要这个 行行行 揭开水 组合 脱软 于是乎我们拿到了小茶碗 那现在可以去揭开水 去浇那个小鹿了 然后就能拿到药房的钥匙 打开这个药房 很有可能会找到 这个状元红这个酒 它必定它是酒嘛 对不对 小儿 小儿鬼 刚才也提示了 喜光 慎壁形 关灯就是的 来吧 还得慎壁形呢 是不是 没事 没事 只要关灯就没事 它溜过去了 就要咱现在要做事 咱现在有茶碗了 可以揭开水了 可以泡茶了 然后到茶海那 浇一下小鹿 得到药房的钥匙 药房里面 肯定有那个状元红酒 然后以我们守时皇甫 嵌引入其之主 巨祖走 走 这是产木 摩刺党 怎么还端着托盘跑的 没错 就这了 真就在这儿 我猜 那我猜想咱把黄纸符 泡进去 还得送经 送经至四更 我今天本人家打开了 密封性这么好吗 神灯给咱的女红 女工 一个香包 一个针线 一个黑老虎剪刀 反正就是一组针线活工具 不是送经吗 不是不是 是沐浴这四更 得洗澡 得泡澡 剪刀 香包 针线 这哪个能和泡澡 联系在一起 找了半天 在厕所 又找到一个羊娃娃 那这个人偶 这个布偶 和女工 还有接下来的泡澡 与诵经有什么联系的 兔子鼓鼓的 哦 他这个布偶 可能是代表 产妇 某一位仇子的妇女 而这个女工 他那个剪刀 也标记成红色 那这么说 咱得给他 抛覆斩 这个小儿鬼 这个大头鬼 咱也不管他 实则是不是说 咱现在手上的操作 是不是演绎 当时那个 刚才那个叫秦义书 那个 就那个小蕴蛤的 他分娩过程中经历 这个布 只是他向上 所以咱也得去手术室 之前触发过 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一片 当时他吐槽了 身体发福 社会之父母 不是在这儿吗 上面的门牌 也看不清楚 不是这儿 这是个微观式 这有个显微镜 我记得 但是显微镜是干啥的 能触发肯定是能用到的 这儿 手术台 咱不专业 有样学样 主要是触发剧情 果然放上去了 仔细看看各位 这个秦义书 到底是怎么死的 众所周知 抛肤产嘛 先拿剪刀把肚皮给划了 要不怎么叫抛肤产 剪完之后 这个敲口用力撕开 然后再把硬币掏出来 他生了个硬币 不管了 总之顺利生产了 然后再拿针线 把这个敲口给缝上 OK完成 生孩子就这么简单 各位 只不过这个 这还是个铜币 而且还是大清货币 使用钱 户部颁发的 我想到是干什么 它必定是圆圆的东西 还记着之前 那个显微镜 下面有个卡口 当时他还吐槽了一句 下面是个圆圆的 正好对应这个铜币 也圆圆的 虽然不知道干什么 这显微镜下看个铜币 看啥 氧化层的成分 嗯 这就放上去了 那咱去看吧 对吧 调多少倍 看微生物 还是看细菌呢 那时候显微镜 好像达不到这么高的倍数吧 我记得那晚生物课 要看细菌 得调到400倍是吧 你看这啥 哎 哎 我怎么 对吗 生孩子吗 刷新各位认知了吧 各位女孩观众们 我刻薄一点啊 以后你生小孩 生出来先是一个铜币 然后你的大夫 还得拿你生出来硬币 到显微镜 再描个光 然后从铜币这个氧化层 才能把你的孩子取出来 然后取出来瞬间 马上变成一个铜币 哎 我想接下来怎么缘 然后你就生了个铜币 你为什么会生铜币呢 其原因是因为你要给我 因为我有了这铜币 就可以在回门 这个游戏之中 触发那个 那个落地中 哎 看到没有 九点十五 不标准啊 我走 怎么多了这么多镜啊 听说了吗 陆医生的儿子 就给人看胎了 乔老爷中年得子 真是好福气啊 哼 没用的东西 又是一个女儿了 草猛业呀 哎 这场疫病 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哎呦 听说颠西 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没用的东西 又是一个女儿 这他妈管你娘们啥事啊 刺灯主罵实在让人痛心啊 就是会受糟粕的女性啊 重男轻女孩这个主题 就是乔老爷子 控制这个猪脚的电子 哎 我走 战然而止 有点突然 但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别急 现在在分析下最后的对本啊 他提到陆医生儿子又给人看病了 那肯定就是刚才那个陆瑶 我大胆猜猜下剧情啊 对不对的都正式版发行 咱再说 现在看起来是两条故事线 其一 乔家大院这个大宅门最高身份 乔老爷的 可能往日因为其封建思想吗 重男轻女吗 亲手操犯一场非人的 惨绝人寰的灭女事件 八成在我们控制这个男主啊 咱不是他儿子吗 他就什么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 去去去去乔宇安是不是 反正就是在我们降生之前 肯定生了不少女儿 毕竟加大业大需要有人接替啊 但是一心求子的心态 逐渐被接二连三 女儿的降生给击溃了 反正也不知道生了多少个 我看排了一队 至少也得十来个 而且都长大成人十七八了 乔老呢也是天命所致 反正不知道他有几个仪态 生到了大概十来个 二十来个的时候啊 前面十几二十个妮啊 都长大成人了 乔老的心态逐渐瓦解了 恨天恨地恨媳妇 应该就在最后 娶着这么一个仪态 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年轻靓丽美丽 比如说我们这个主见面 背过身这个新娘子 在娶最后一个仪态 又生了一个闺女的时候 一直压抑的潜伏在 敲老内心的愤怒 瞬间爆发了 借着什么大口 或者说是向上天献祭自己所有的女儿 换得一子 或者说 或者找什么不正路的孤神恶鬼 输下契约 同样拿自己所有的女儿的生命作为代价 换得一个儿子的奖声 总之 总之这一票停停欲立的少女 也是自己的女儿啊 全给杀了 这才有后来所谓的安儿 也就是我们控制主角的奖声 当然这一切我们是不知道蒙在鼓里的 只不过目睹这一切的大奶奶 二奶奶 三奶奶 四奶奶 五奶奶 六奶奶 无所谓他几个奶奶了 无所谓他几个媳妇了 仪态了 全程目睹这一切 但之后啊 选择闭口不言 对外人呢更是艰苦如瓶 哪怕是被迫的献出自己女儿的生命 封建思想就是如此可大 除了最后一个年轻这个仪态 不趋于自己被迫夺夺取自己女儿性命的命运 选择向这个不公的世俗抗争 他要报复 他要让自己的悲鸣震荡人心 但是怎么做呢 一排脑门 我要将以厉鬼再生 以我所愿抓乔老爷之孽 让乔家后代世事未备 沉浸在我这受乔家欺凌 是我这种悲痛欲绝 心如刀绞 肝肠寸乱 痛不欲生的情绪之中 也算是有骨气的女人啊 反正大概意的就是此孽障 我要你们乔家全权复杂 于是乎他自杀了 怎么死 并不重要 重要是他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有一个潜伏期 在另外一个维度 阴界啊 不阴不阳之界 他写所有因乔家失去生命的 女性的同胞的汪林啊 一直潜伏在乔家 实在他唯一的儿子乔宇安 学业归来 且计划的开始 刚刚开始 势必要让乔家子孙后代 所有人啊 暴恨中天 以当时他出嫁 踏入乔家大门 回门的形式 灭债灭还 哎 这是第一条线 这是我猜的 也算是主线 另外一个支线 应该是和那个 叫什么来着 陆瑶 陆瑶大夫 主治医生 那应该我猜测 就是西方技术 科学 医学的侵入 影响了在当时 中国人的民生 这有好的有坏的 说的就是坏的一方面 刚才对白提到了 陆大夫的儿子 又给人医病了 你听这个幼 不管是谁说的 肯定是众说纷纭啊 这个幼子包含了 无奈 鄙视 这就说明啥呢 陆大夫的儿子 那陆大夫肯定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高明的西医 这没得说 他儿子刚刚实习 他老子为了让他练手 不惜百姓的生命 作为代价 成为他的试验品 哎 陆瑶还乐在其中 不管不问 一死了也就死了 反正老子能不断的 给自己输送人肉啊 于是乎有这么一个 代产的孕妇 死于其道下 齐名语啊 秦 秦艺书 而且你听他这个名字 陆瑶啊 那个瑶啊 本身就代表了 中国文化的 特定的字啊 出自艺学 你看其他国家 都不好翻译这个词 别说这个 他中国人不了解 都不知道 是从上古 那个福西那一辈开始 记载了一些 我们能看懂的 这些符号 演变过来的汉字 我记得最早 从甲古文 它是两个叉嘛 其实代表阴影 更是人者表示 它这两个叉 有可能是太阳和月亮 反射 光线反射的角度 就是以自然光的方向 来映射在 大自然规律和规则 再往后说 六摇 出自八卦 分为上卦和下卦 每卦三摇 加起来正好六摇 也就是说 古人观测 大自然的法则 的一个规律 这是后辈的周文王 记车传达给他 所以这个鹿摇 他取得这个摇 外加他在游戏中 跟我们对话之中 神神叨叨的 什么鬼神了 什么亡灵了之类的 他肯定是 一边架着西医的身份 拿人命去测试 这种非自然的实验 说白了 就是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也是在草劫人命 这个是我对 也许是之前的猜测 全都是猜测啊各位 然后再补充几点 咱空人主角这个桥原 他不是有个大姐 还有个小妹吗 应该是当年 乔老的屠戮事件 幸存下来的两位 当然他妹妹肯定不知道 但是他大姐 好像叫乔树英 肯定是经历着这一切 所以这个亡灵 以这个最小的仪态打头 这一票遭破坏的亡灵 先拿他的小妹开刀 叫小龙吧 可能是 所以咱这游戏全程 主线就是到医院 去找自己小妹 这游戏结束了 还没找到 假如我补充这些 其面未曾可知 这不就更先的 扑鼠迷离了吗 所以作为拿他们的命换来的降生机会 咱控制主角 这个陆宇安来说 肯定也好不了 咱没做错什么 是咱爹造下的念 而这一票王爹 肯定最终目的是拿咱的命 来威慑咱的爹子 就这么着 以上就用我冷肉 个人脑洞打开 随口捏钻的 如果正式版出了 哪怕有这么一丁点的雷头 请注意啊 那就让他抄我的 咱们是美带 感谢各位收看 下个游戏 再会